在这个世界上 你应该是最了解展大棚的人 对吧 干嘛 他失踪了 我能问问 你们又是什么关系 他把展音的小院抵押出去 然后说这几天就能把钱还回来 然后就消失了 消失了 你找我是为你爸爸 很明显 我爸去哪了 比起你说的他失踪的这个理由 我更同意他可能就是死 那这样吧 我今天手边没有电脑 明天咱们还在这里借 我帮你锁定这个人的位置 什么 还说没勾引人家 你俩一顿饭的辜负你 对人家干了些什么呀 既然我回来了 咱们家就算是有主事的了 你可别抢班夺权 这家还得我说了算 您帮我回忆一下啊 就是这个中年男人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平头 小眼睛 有一点 好 那怎么个哑巴嘛 是不是 哑巴 展大鹏 是我 开门 滚 行 展大鹏 你要我滚是吧 我滚 我滚远了 我可滚不回来了 你说这谭宋两家一结亲 以后呀这玲珑镇的茶行更是宋先生说了算了 那是 你看这倒茶门的女儿都送这么多的屁股 倒茶门 好 这宋家的女儿出了家 都是要收获的 对呀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够说一声啊 想你呗可以吗 可以 讨厌 咱拉克园子在先啊 我知道 回国之后就要变成网友关系 你知道就好 对了我问你 你是为了你爸说回来的吗 这你也知道了 唱歌那个失业小可疗都跟我说了 唱歌很怒 我更怒 我俩下次如果见到你爸的话 保不齐地把他生动活泼了啊 你有意见吗 我哪敢啊 有仇报仇 天经地义 你是这亲儿子吗 再亲儿子也得站在正义的那一边呀 对了 唱歌赞美 我有话要跟他说 让他接电话 没回来呀 不知道上哪儿浪去了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行 那我明天能去找一趟唱歌吗 顺便看看你 真顺便 不说话了 不 不说话的话 那就表示同意了 就是一个 主动音的歌 来兄弟们 走一个 我看你准备 准备 今天大家喝好啊 喝吧 喝吧 吃他吃他吃 心若倦燎 喝喝喝喝喝 泪眼干了 难舍难了 爱一个人 来来来 1515 151520 151515 你不见你 梦诺雨晓 1515152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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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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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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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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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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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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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15151616 dur 你是不是失忆了 啊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不可能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我心里从来没有理会过 哎哟 这是干吗呢 这么肉麻 我跟大伙说啊 我是见到过 喝酒必分的 但是今天 我更乐意看到 重归于好的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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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唱歌 哎呀 烦不烦呢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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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起来起来 唱歌 唱歌 你现在起来这么多人呢 丢人 你赶紧 我无所谓 除了你我什么都不在乎 唱歌 你起来呀 我不在乎 喝酒 喝酒 来来来喝酒 陆飞 你怎么出来了 是不都安慰何总嘛 要不然我能这么快出来吗 你能出来的 谁让你这么多话的 哎呀 何总 你就是太低调了 你的大安大德 递着记心里了 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小弟 行行行 先把他扶车上吧 行 走走走走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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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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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的网名叫 欧布拉妹妹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小姑娘太有意思了 欣欣啊 这就是我应该深爱的女孩了 你要是再说一句 我就走了 好 我不说 那你能不能让我说完后面的话 方向人的节目被电视台停播了 你知道吗 听说了 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 这么好的关系 没有一档娱乐节目可以播 刘主任天天催我 找一个节目来填这个空 我也很着急啊 但是我没有办法 手底下人不给力啊 我和刘主任都看好你的一口不同声 这将是在网络和电视上 都通吃的节目 可惜啊 唱歌可惜 可惜什么呀 可惜你因为对我的怨恨 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可惜的是将来这个节目 可能变成一堆废屎 被扔在抽屉里 他不会的 他一定会被做出来 好啊 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就算是你帮帮我 也帮帮你自己 我们虽然现在不是恋人 但也不至于成为仇人吧 这是我找人设计的舞台 全身成是最大的三号棚 这将是有史以来 身成是最引人瞩目的舞台 哪有啊 这是我找人去米兰 给你订购的主持人的服装 那不着 你不是想自己主持吗 我现在 我还不能自如地面对镜头 好 没关系 总有一天会应不到 我给你看这些 不是为了别的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做舆论节目 我们是认真的 好吧 我以前不想跟你合作 但是现在 我不拒绝跟你合作一口不通声 唱歌 合作可以 我有个前提 不许再跟我谈感情的事了 感情的事 你也别拒绝可以吗 没门 好 不谈感情的事 我们目前为止只是合作伙伴 我们目前为止只是合作伙伴 不只目前 好的 我们以后也永远都只是合作伙伴 以后我是小面网的首席主持人 你是节目编导 绝无私情 我让你看到 我说话算话 何总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 什么 您不是说过 跟唱歌没有要复合的意思了吗 达到目的就好了 过程和手段 并不重要 这么说 您前面是故意演的那么一场戏 我还是了解她的 知道怎么做 她们会拒绝 何总 如果让你回到两年前重新选一次 是留下来跟程哥在一起 还是出国 您会怎么选 我的选择 应该不选 谢谢地质啊 那我现在就去找我爸去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不用了 我要是不去我怕你 川哥小姐你早啊 昨天你跟我们何总说好 今天要会面 我是来接您的 我把这事给忘了 我不能跟你一块去了 反正你爸看见我也会烦 你记着啊 你一定不要冲动 好好劝他 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听到了吗 我知道了放心吧 等等等等 那你不是何时助理呢 你记着啊 你要是想问我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又是这句 天天卖关了 你最近又不要这么神秘啊 我回头再跟你说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原来是让我给唱歌做节目 不是给唱歌做 是给我们做 我们只是用了他的节目策划 他的创业 你很有把握 我会欣然接受吗 都没有事先跟我商量 就把他叫过来 我这不就是在跟你商量吗 不是 你是在通知我 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的尊重 上次刘主任来的时候 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 用我们的资金和平台 做台里想要的节目 我并没有同意 因为刘主任在 我只是没有明确反对 你不反对 我当然以为你是同意了 我以为你会明白我的想法 看来我们还是没有默契 贺总 您的客人到了 诚哥你来了 你们是不是有要事要谈啊 我可以在外面等一下的 没事 我们就是在等你啊 可是我好像听到你们在争场 哪有的事 我们在讨论节目 有点激烈 思想上能碰撞 很激烈嘛 都碰撞出火星了吧 唱歌 我这个人不喜欢兜圈子 没错 我下面说的话 有可能会伤到你 没关系 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 何总 那我就直说了 欣然 我不会做你的一口不同声 就这样 我还以为是多伤人的消息呢 我接受 何总呢 欣然 没有什么事是非此即彼的 为什么一定要拒绝 很简单 因为我要做自己的新节目 很早就想跟你说了 但是你一直没有时间 我带着视频制作部 策划了一档新节目 这是在深城前所未有的 创业类励志节目 创业瘦 很好啊 你想做新节目 我很支持你啊 如果你愿意 两档节目可以一起做嘛 别人不愿意 干嘛非要勉强呢 说得对 何总 要是我刚才没有表达清楚的话 那我再说一遍 我不会做别人塞给我的节目 欣然 欣然 他这人就是有点耿直 耿直是优点 省得拐儿墨短耽误时间 我喜欢 好 那你先坐这儿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回来 不着急 别这样欣然 客人还在办公室呢 别冷落人家 客人还在办公室呢 那可是未来小卖网的红人 回去好吗 有什么话是我们两个人的 不必了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我不是不尊重你啊 这件事情我只是没有来得及 跟你说而已 别编了 你不擅长说假话 你用什么人我无权干涉 但是请你尊重我 一口不同声 真的需要一个 像你这样有名的主持人 别说了 一个男人的主持人 一旦头脑冲动 就容易犯低级错误 欣然 何总 何总 你再不交钱的话 你赶紧给我走人 赶紧 赶紧 你还想上来提吗 我就是靠着这个房子的房子吃饭 你知道吗 我不是做吃饭的 给女孩让你坐 我让你坐 跪了后来喊 杨巴大乡 我说你啊 你这个嘴巴咬着呢 腿里也咬着呢 你走不走不走 住手 别急了 你是谁啊你 我是她儿子 她欠的钱我还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的妈呀 你还会说话呢 你一圈子 装着你 闭嘴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为什么住这破地方 我问你话 我还问你呢 你腿肥之样给谁看啊 滚开我 滚 你走不开 你走不开 是不是你爷爷告诉你了 别管谁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把房子给卖了 你先别问我 你为什么从美国又跑回来了 你先别问我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公司不干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小兔崽的 我的事你少管 你先把你的事管好了 你先把你的事管好了 我 展爷爷的房产证你都敢偷 你还是人吗 你还试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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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个男人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不回答 因为我就是个男人 站住 沈大帕 你今天去哪儿的话 我跟定你了 你要让我生气是不是 快 快 站 你 我猜的 张怪吃了是不是 站 没事 不用担心 方兴然的意见不代表小麦网的最终决定 我并没有担心 即使方兴然不做主持人 我们的节目照样可以做 好啊 只要不影响你跟小麦网合作的决心就好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创业节目挺有意思的 你应该支持方兴然去做 以德抱怨啊 你才是真正的大器 不过从策划案上来看 缺乏心意 没有亮点 跟我以往所看到的创业节目大同小异 看来方兴然自以为厉害的刀 还需要时间好好摸一摸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说出来 我哪有资格给方兴然提意见啊 再说我即使说出来 他怎么会听呢 咱们聊咱们的嘛 不要让方兴然影响了你的心情 嗯 嗯 嗯 可以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拖子安子 爹打不动你了 我那是让你了 小费 你要是到了爹这把岁了 甚至我还能像爹这样 我就管你叫爹了 你把爷爷的房子给卖了 你想干什么 放心吧 我不会祸害那房子的 那你就把人家的命根子还给人家 买我房子的那个人欠我钱 两个月以后才能还给我 瞧吧你给吓了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 你缺钱 现在如今啊不缺钱的人 比三个腿的蛤蟆还难 卖了公司也是因为缺钱呗 小兔崽子 该管都管 不该管都别瞎管 有难 是不是又该说 该回美国了 你摇头什么意思啊 你摇头什么意思啊 时光不懂人呐 老玉在叨叨些事 你要想干什么就干吧 干什么都可以 大哥 大哥 你把我爸还给我了 你谁啊 我是你爹 小子 你干什么爹不反归 但是有一点 你不能违法不能换个人 我跟美国也推荐 你不能违法不能换个人 我跟美国也推荐 你多大了 上次你还说二十二来着吗 恭喜你 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活着吧 就这么简单 我本来还想 不知道跟你怎么说呢 我就是 打算在深层扎根 不打算回美国了 成年人我想问问 你回来干吗 爸 我锁定了一个特牛叉的 创业项目 创业执行不死啊 你不知道 我之前啊 是为了追求温迪 才拿创业项目 往自己脸上贴金 人家把你都给甩了 你往哪贴金呢 往屁股蛋子上贴啊 但是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但是 回美国的这些日 我彻彻底底地想明白 想明白什么了 之前 创业是我的梦想 现在 创业是我的信仰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儿 说好了啊 我先陪你去找展昭 然后你陪我去做头发 知道了 每次蹭你的车 你都有提条件 喂 喂 诚哥 别去咖啡店找我了 今天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那我什么时候见你啊 明后天再说吧 展大鹏怎么样了 见着了 人没事 详细地回头再跟你说吧 不好意思啊 喂 怎么了 展昭说不让我去找他了 他突然有事 不靠谱 不过正好 我们直接去做头发 还想展大鹏呢 你这马上都上小卖网上班的人了 赶紧让那个冷面大叔灰飞烟灭吧 你说小卖网 不去吗 那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何时还有可能吗 这么愚蠢的问题 你再问一遍就不是我姐吗 谁让你非问我这个问题的 我必须得跟你确认一遍呢 你要说你俩绝对不可能了 那就去啊 你的内心够强大 能把事业跟情感都分开的话 那就去小卖网怎么了呢 谁还说不能跟前任和平共处了 不要管别人的想法 因为那根本不关别人的事 爸 这些钱你拿着 不够我再说 这是我借你的啊 到时候是两个能带气的管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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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要 爸 你真不打算回展翼大了 别告诉他我住这儿啊 快点儿 是唱歌告诉你我在这儿吧 对啊 你知道我为了找你 我连方欣然都问了 你有病吗 你没脑子呀 你没有我才没有的呀 方欣然这个人 简直就是一个冰化 爸 你窝在这儿破地窗干什么 我听说你们公司 要做唱歌的新节目 为什么又不做了 要做那个节目 也是因为电视台喜欢 从爸爸的本意来讲 我不喜欢那样的节目 所以做着做着 我经常反问我自己 展大鹏啊展大 你想干什么 我说不做就不做 那钱呢 钱我需要 你就别问了 我就问问 又不要你的钱 我要玩大的 所以在这儿闭关 懂吗 懂 不明觉厉 伟大代理 别在我面前瞎晃扬 也要做 去吗 走 来 去吧 走 来 走 走 不好意思承哥 路上还太好走 我来晚了 没事 你可终于到了 我们都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陈哥下午还有会 愣让我给拦住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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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从海边回来 元宝跟我电话里面说 跟你在一块儿 我说无论如何 都要把你留住 我得跟你见一面 听说你回了美国 这么快又回来 你这家伙到底经历什么了 我很好奇啊 陈哥 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彻底想明白 我还是得创遍 而且 师不带我 我得快马加鞭呀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有 跑过来玩的呢 现在跟你说也不忘了 好事啊 展昭 你是有好项目了吗 快说说 什么好项目 项目绝对的好 陈哥 你是过来人 也是我唯一能够得着的 成功案例 你说你在投资圈 认识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关系 我是想问问 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 天使投资 怎么着 你见着展大房了吗 见着了 那怎么就你一个回来的 谁说一个人 还有我呢 展姨 你不算人 展姨 我爸跟我保证过了 卖房子的钱一旦拿到 就把你这小院的房陈证 给您赎回来 忽悠 那展大忽悠 他就是蒙我 他证明他拿什么证明 你不相信他 还不相信我啊 他现在在外头待得挺好的 他回来只能气你 咱们别管他 你 你比我狠 展姨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跟您回报 借钱 没有 不是 我回美国 没有去拍毕业作品 我去了趟硅谷 硅 硅谷是 硅谷就是全世界技术创新者 心中的盛誉 盛誉 盛誉 盛誉就是 最牛最神圣的地方 我去硅谷看了看 寻找创业的灵感 现在我心中的创业之火 已经冉冉升起了 是 是 你 你活不小 你 你赶紧吃点苦瓜 去去活吧 我这把活 您绝对喜欢 但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 我 我喜欢什么呀 我的创业项目就是 开展示真味尖包连锁企业 你拉脑袋这 提多少次了 这回是真的呀 你喝点红毛药酒 输精活血 然后 慢慢地听我说 你说你 做尖包也快半个世纪了吧 这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要不是前两年身子不好 你也不可能把店给关了 你不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吗 就是不能让展示真味尖包的手艺失传了 是啊 我这个伟大的愿望 全毁在 展的棚手里了 所以呀 我思来想去 展示绝活不能死在我手里呀 我要把创业 美食爱好 还有家族的荣誉都融会在一起 变成更好的 更适合我的项目 所以说我一想到这个 我在美国就分分钟都待不住 马上就回来了 展爷 这个我能证明 他从美国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和我这么说的 这不对呀 怎么 你在美国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 你说是帮着我护这小院的 怎么回来又是创业了 这到底哪是真话哪是假话呀 这样不是也能帮到展大鹏吗 展爷 只要创业成功了 我们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行行了 你别来这一套一套的 这这 老 老头不上这档 我发誓 如果我要是这回还骗你 我就倒地身亡 爱启示的人就是爱撒谎的人 真没想到啊 最好的创业项目竟然在我身边 只在我有一天 醒悟了 然后撸起袖子 好好地干 展爷 这下您开心了吗 心里都开花了吧 不是 我 不是 我咱们折着你们这不靠谱啊 这开店吧 还要开个连锁店 哪来的钱啊 就是你 在美国打工 挣着点钱我还不知道啊 展爷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啊 现在创业谁还用自己钱啊 不用自己钱用谁的钱啊 抢银行去啊 还抢银行呢 明天我就去见一个投资人 你就请好吧 我这猜到你又给自己放了一架 我这猜到你又给自己放了一架 设计师穿久保龄的一件孤品 跑这么远就是来给我送裙子 第一眼看到这条裙子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 我记得今天有董事会要开啊 只有你的气质耗得住这条裙子 不会是你也给自己放假了吧 很期待看你穿上他的样子 我会穿的 但是 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别斗气 你看 这就是为了你第一期一口不通声 精心挑选的礼服裙 穿着上我第一期的创业兽 谢谢你的心意 一口不通声 是台里领导点了头的创业 万事俱备就只欠你这东风了 这档节目不会成的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就是做了 他也火不过创业兽 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像你这么美丽大方的成熟女性 不赌气好吗 我愿意 我可以赌上我的片酬 我们看看 两档节目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干嘛呢 查一点资料 要我说啊 别那么低落 方欣然不答应挺好的 主持人这辈子 早晚还是你的 我也希望奇迹降临 不然有个天我起床的时候 就可以从容自如地面对镜头了 怎么治疗晕镜 我说你上网搜他干什么呢 全世界有多少人需要面对镜头工作呀 跟你同病相连的那真是罕见好吗 算了 我也就是无聊随便看看 对了 上次何师不是给你找了个杨博是吗 心里借大咖 他能不能帮到你啊 本来是要去的 后来罗飞不是开车出事了 就没去乘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 有这个必要吗 死马当活马医 不对 我的意思是 你不是怎么会知道呢 机会就在眼前 看你什么时候去把握了 跟看你影似的 催眠什么的 挺好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好 你好 颜总 展 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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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的 谢谢 谢谢 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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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助理 对 颜总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袁宝 其实我俩是搭档关系 搭档 我听说你爷爷是深层有名的 真卫包展业 必须是 她是展姨唯一的亲孙子 如假包换 颜总 我给你带了些我们曾经获得过的荣誉 荣誉 行了 这些我就不用看了 展家的真卫包我从小就吃过 昨天晨晨一跟我提起来我就说 展家的真卫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剑王 没有之一 不过我听说这几年店头就关了 我爷爷身体不好 我不是让他干 是 这么说你传承了你爷爷的手艺 手艺没有 但是我这次呢 想通过互联网思维 把真卫尖包打造成爆款中式快餐品牌 这是我的项目书 文贾到您 帮我看一下 你写的 嗯 怎么样 看得出来你们这份项目搜发书 好 笑唤了不少致命案例啊 我们也是借鉴借鉴 是啊 颜总 这做餐饮好吃才是硬道的 您放心 只要是您投我们的项目 绝对赔不了 既然你们都是晨晨的朋友 那么有话我就直说了 请讲 展家的真卫包 的确非常的好吃 而你也希望把它打造成 中式快餐品牌的爆款 非常不错 对 但是 我们公司目前对这种小型餐饮项目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颜总 这大生意不也是从小生意 慢慢地做起来的吗 对我们来说小并不是问题 但小也是需要有底线的 展家的真卫包虽然非常的好吃 但是在我看来 还够不上线 如果中间没有晨晨牵线搭桥的话 你们的项目计划书 在我手下人哪里 就已经被过滤掉了 也就是说 你们 也根本见不到吧 颜总 听我说一句话 你也说了 真卫煎包是你吃过最好吃的煎包 你说第一期投资总共就五十万 你说用这么小的投资 能让全生成 甚至全中国的食客 能尝到这么美味的煎包 这不是功德无量吗 我们做生意讲究的是回报 不是功德 颜总 那你还叫我们来干什么呀 你们毕竟也是晨晨介绍来的 我总是要见一面的 这样吧 项目策划书呢 我留下 我会把它推荐给适合的投资人朋友来做 你们觉得呢 颜总 这么说你这次叫我们来 没打算投我们 不管你信不信 投资讲究的也是一种缘分 也许我们的缘分还留不到 也许我们的缘分还留不到 实在抱歉二位 我还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见 是 宅的的煎包这么容易 谁不投就是谁的损失 真有那不开眼的你说 老老实实等着吧 你没听说现在是熟人当不当 可投资人要是没有人脉 就没有活路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只要懂得演变